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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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來賞GameHouse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攻擊鋼彈 現在大家看到的呢這個就是 還沒有著裝任何背包型態的 攻擊鋼彈 那它的貼紙呢像是這邊 還有就是手部的這裡啊 這邊有金色的貼紙 那肩甲這裡的貼紙呢 大家可以因為會有多的貼紙 所以大家在貼的時候呢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歡 就是再加在後面 或是看你喜歡加在機器的哪個地方 好 那這個就是 上半身的部分 那它這個也有一些就是 一大塊的貼紙這個啊 就是你只要按照它的 說明書上的方式去貼呢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好 那這裡呢就是腿部的部分 腿部的部分呢 這裡的貼紙呢 後面也有金色的像這種 金色的貼紙 那這裡也有 那這個呢其實是多的貼紙 那我就把它貼在後面的 裙甲這邊 好 這個呢就是 攻擊鋼彈沒有裝備過任何 貼紙 沒有裝備過任何背包的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先來看看 裝上 巨件型背包的樣子吧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攻擊鋼彈搭配上 像巨件型裝備的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裡的這個 爪勾啊 是放在後面的 用這裡把它固定住的 那 左手臂 肩膀這邊的肩甲呢 是用兩片把它這樣合起來的 那巨件型裝備呢 就掛在它的後面的背包這裡 就掛在後面背包這裡 那其實它的動作呢 是可以做到就是 把右手呢 伸到後面去呢 把劍拔出來的樣子 好 這個呢就是 搭配上巨件型裝備的樣子 那 待會呢我們就會來介紹 放上 砲擊型裝備的樣子 那它的巨砲型裝備呢 就是它的右邊界 馬上這邊會有一個 有一個幾個力氣關槍跟火箭筒 好 然後呢 最大的一頂砲呢 就是掛在 後面這邊 那這一頂砲呢 其實還蠻重的 好 那待會的照片呢 會有就是把它拿起來的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 來看一下 搭配響意型裝備 會是什麼樣子 好吧 最後大家看到的這一個呢 就是 攻擊鋼彈搭配上 響意型裝備的樣子 那響意型裝備呢 當然就包含了 就是 就是 光束軍槍啊 還有盾牌 那當然就是後面的這整個推進背包 那推進背包呢 它變化的角度呢 其實 還蠻多的 比如說像這個啊 都可以移動 那這一個呢 後面這個 翅膀呢 也是可以調整的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好 那裝上去之後呢 後面上半身 會變得有一點重 會稍微往後傾 有一點重鞋 那大家呢 在把玩的時候呢 這姿勢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重心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 攻擊鋼彈搭配 這麼多三種裝備的 帥氣的樣子吧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片尾的彩蛋呢 就是LINE長把他所有的裝備呢 都放在他的攻擊鋼彈上面 那當然包含呢 就是巨艦型的裝備 還有就是 砲擊型的裝備 還有就是 後面背包的 強硬型的裝備 但是由於後面背包呢 已經被 強硬型的裝備呢 給佔滿了 所以原本 巨艦型跟 巨砲型的 裝備的後面的背包呢 是沒有辦法 裝備在背上 所以只能用 這種 個別套進的方式呢 把它裝備在 攻擊鋼彈的身上 全部都裝備在攻擊鋼彈的身上 是不是非常帥氣呢 沒錯 這個就是 這次LINE長為大家設計的彩蛋啦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LINE長GameHous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厘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